早点自闻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迎光莫有见到我们的杨宗余师傅 好 大家好 师傅 上一集我们说到 熟鸿、熟蛇、熟马的2021年的流年运程 现在轮到熟羊 是的 熟羊 熟羊的朋友在命宫来说是熟眉 又要查小限命宫在眉的宫位 参考 今年流年是新丑年 丑眉是双葱 所以眉是凡太岁 但凡太岁未必是差 看自己对应丑的是什么 可能有些命 可能有些1955年相对年纪大一点 有些月未命 反而有财运也不明 如果对应你眉土也熟土 你的丑也是熟土 两个双葱可能是属于眉库的东西 冲开的财富也不明 可能会有财道 这个是月未命的朋友 好 我们再看看整体来说 看看有什么吉星空星 吉星有个地解 地解其实挺好的 所谓叫地解就是解神 逢空化吉 如果有什么吉星都可以解 空星那方面 碎破 丑眉双葱 这是犯太岁的 会有什么呢 如果突然之内的灾火 如果突然之内的灾火 大问题是 如果冲得来是好的 冲开个冒库 如刚才所谓 月未命的朋友 有机会突然之内有财运也不明 所以呢 半空半吉 所谓叫范太瑞尼耶 只是波幅大一点 另外呢 要参考大号星 大号星应该是破财 你要计算这个 就算你有财运也好 这个大号星也会减少了 好 好了 那篮杆 也有空式篮杆 篮杆 和这个奴役之灾有关系 那 不要 令自己犯官妃 这个 今年 因为有篮杆星 藉在你的命中 和官妃 奴役之灾 这个有关系 也是冲太岁 犯太岁的问题 另外也有个叫月杀 月杀 月杀 是不利男人的 亦都会对妻子 你自己家庭里面 不是那么好 不利 这个不利 关于什么呢 说明杀多数是意外 意外 不一定是疾病 突然其内 因为你本身今年犯太岁 相冲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突然其内 包括你有钱 破财 一些意外 受伤 之类都是属于第二期来 无端端 即是 不见钱 无端端 或者受伤 这些什么 都会在所谓 犯太岁的 一些 反哨 来的 好了 在那个事业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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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本身 有个 碎破 心情 起伏 影响到读书 影响到成绩 尤其是 有些同学上大学 有可能是2003年上大学 那些 会有什么患得患失的感觉 这个影响有些少少学业的问题 事业 也是 因为今年 范太岁 也有个大号 虽然有地解 有哉 就解 但问题 如果对于事业来说 你不会太大帮助 只会有机会破财 尤其是你起伏 所以 维持自己的 保就业 重要 哈哈 保就业重要 不要说立戀 去转工 这个问题 好了 财运也是 因为你有大号星在这 一般 你充太岁的话 有机会是什么呢 会有些转动 包括你职业 包括你屋 包括你屋 有机会搬屋 或者移民 也不一定 所以 你上屋 搬下屋 不见的 又会有一个大号 甚至你移民 这些都会令你不见 一笔钱 这个 亦都会在今年 会有机会发生 嗯 好了 因缘方面 因为本身 又是犯罪波 又是犯罪波 嘔是是非 会多些 所以 你和你的伙伴 保持 这个好的 关系 那 就 疾病方面 就小心 这个意外的受伤 因为本身 都是犯太岁的问题 那 当然有地界 那 严重性 就不会太重要 始终 都会有 身体受伤的 事情 瘦瘦脚脚 味和丑 都会有机会在脚上发生 小心咬柴 这些事情 有机会 嗯 好 整体的运程 参照了这么多 因为本年犯太岁 是 而且 通常我们说这几个工 外卯味 就是刚才你熟吐的 都是没有吉星 是 味这个 就是三合局 这个卯 三合局 也是没有吉星照理的 嗯 所以 这个 就等于是 你 算下的 就是比较差一点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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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々 Can 什么 是的 связ 这 悠 利 MD 本命是屬猴 另外參考榴蓮命工的小限 在新的工位 也要留意一下 這個工位反差很大 剛才的味道差一點 現在屬猴的朋友 今年屬於比較好的 因為有吉星多 一個紫微龍吉是最好的吉星 加上天氣 紅蓮天氣都是離婚時 離姻緣 識婚年齡的可以結婚 或者合格時間 亦都可以生而獄女 所以這個是比較好的 空星方面有天厄、暴敗 這些影響做事 比較難成一些 亦都會有病、亡神 這些影響精神 晃晃晃晃晃的情況 失雲落魄 引致暴敗和財有關 所以要小心在今年看清楚一些東西 你才可以去動 去投資 比如買股票 你也要考慮 因為這個暴敗和亡神 加上不僅是小財 可能是破大財 當然 有紫微龍吉 在正財運中有幫助 在正財運中有幫助 所以 所以這個榴槤的朋友 就應該在正財方面 努力做而發展你的正財事業 不要避免投機的東西 好 在學業方面 因為本身都有吉星 紫微龍吉有助的 學業都是不助的 在事業方面 一樣 都是有貴隱幫助 自己甚至沒有 因為紫微龍吉是吉星 可以時機發展在事業也不一定 在屬候的朋友 就好好利用 今年的運程 財的方面 正財你可以照做 事業 甚至創業 你也可以去做 但是一些投機性的東西 就要小心 這個有機會 令你破財 因為你考慮得不周長的問題 因為這些決定性 你所謂這些偏財的東西 一些投機的東西 你考慮得不周長 正財 正財 有朋友和你一夾 諸越處理 會有助神的助力 反而你會想得更好 這個就是你的財運 正財可以 天才是莫貪 夫妻感情 有流年天氣 適婚的年齡可以結婚 另外 亦可以娶妻生子 身為玉女 身為玉女 所以你屬候 在今年來說 病那邊 就有天厄的問題 會有機會生病 以及你的精神不能集中 可能睡得不夠 這些問題 會影響你什麼呢 這些會有少少疾病 也是少的 不會太緊要 始終有吉星相照 整體運程 還要加上太陽 在正照 我覺得這個 在新丑蓮 屬候的朋友 算是最好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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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 新丑蓮 新丑蓮 西方金 雞 雞 屬金 亦參考小限明公 在柚公 如果是新丑榴蓮 在柚公那邊 是小限明公 你也要留意 現在這個柚公 也有不錯的吉星 這個柚公有得升 有個象星 因為太歲是醜 自有的 就是三合 柚公是他的象星 是太歲的上升 你可以這樣說 是領導太歲的 所以這個有反映出來 可以有機會掌權 如果你是做一些 政府的 一些專業性的事情 這個有機會升職掌權 這是文武相義 噢 文武相義 天解 天解 是逢空化吉的吉星 剛才說過 有一個地解 現在是天解 亦是逢空化吉的吉星 有一個叫陸芬 陸芬 亦是幫助官陸 就是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是做一些政府工 或者一些非牟利機構 或者半政府 都算了 有機會升職 有機會升職 熟雞的朋友 留意更多 那麼 空星方面 有白虎 白虎就是破財 亦都會令你受傷 這些空星 浮沉 做事方面 當然會有少許舉期不定的問題 亦都會有些 就是 多了 就是 如果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你可能有機會掌權升職 諸月次 應酬會多了 喝酒也會多了 這些在浮沉 裡面 多了醉紛紛的感覺 或者你在一些好的時間 可能別人捧你多了 你自己的失去方向 有這樣的影響 自己不覺得是一個 很飄飄然 你自己覺得飄飄然 會有機會 犯錯的 做錯事 做錯事 這個浮沉星 有影響 那麼 菲連 菲連 也是一些災星 包括血印 也是小的 血光之災 小的絕傷之災 加上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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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 血光之災 受傷 意外的受傷 會有的 好 在我們分析 分開來說 一些事業 學業的事情 如果是學業方面 成績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它本身有漲升 就是華島市 在學業方面 有些突出 在事業方面 剛才我說過 如果是政府工 一定升職 在財運方面 如果是政府工 一定加薪 不是理會 破路 一般的行業 就未必 如果在財運方面 正財 可以有 財運 不講盡 問題 有個白虎 有小破財 但始終有個天界 也是叫空多 也是吉多 空傷會少些 所以我覺得財運 應該是有進展 今年來說 好 因緣 本身 跟太歲有三合 亦有個漲升 因緣運 應該不錯 因緣運 是不錯的 可以把握今年 一些想拍拖的朋友 或者 有些朋友 跟旁邊的離合客 會多 今年也會貼得比較近 有機會 會和好如初 病方面 血缸之作用 一些意外的受傷 未必是疾病的問題 始終有白虎 菲連怨癌 這些是意外的 例如說 你避免自己去 剝一隻牙 避一避血缸之該 是可以的 或者你有宗教信仰 或者拜太歲 或者俗愛善事 都可以解 始終有解神 有天界 整體來說 運程 都是順暢的 可以這樣說 這個榴槤對於熟雞的朋友 應該是中吉的榴槤 中吉的榴槤 好 好了 又說三個心照 下一集 我們說其餘的兩個心照 師傅 好 下一集再見 楊鍾如師傅 好 拜拜 好 還有兩個 焦點視頻 山川風水講堂的時間 楊鍾目又見到我們的楊鍾如師傅 是 大家好 師傅 好興奮 來到我們2021年 十二生照流年溫程 因為你順著說 你知道多少人 等等等等 等到今集 終於說他們 對 沒錯 熟狗 熟狗的生肖又會怎樣呢 對 熟狗 如果說我們榴槤 通常我們是用老鼠開始 紙手人貌 開場的時候 就講過 在一個坎掛 熟水 紙水 又是熟水 從那裡開始 一路 十年生肌 排 排到差不多最後一耳 熟狗的朋友 熟 熟 當然 當然 又要調查你的小限命功 即是你在蜀功 受今年影響 你也要參考這個蜀 今年榴年的太歲 就是醜 熟謀 神蜀醜味 四個角是犯太歲 即是蜀熟狗的朋友 都是犯太歲 再看看它 有什麼吉聲 空聲 吉聲方面 又有天德 天德是好聲 這些是上吉的聲 有貴人幫 諸時 皆順 可能在梵帝的情況 都會減弱 這是不好的事情 福聲 亦有一個福聲 福聲吉兆 來財 一般來晉升 這是好的 有福聲 八座 八座星 亦有來考試 這些科格 平平穩穩 事事正正坐得 淡淡定定 考試就好 意思是這樣 好了 空聲會有什麼呢 就是寡宿 孤神寡宿 這些是對於什麼呢 一些夫妻方面 會有影響 或者一些交際方面 如果你和朋友 如果借孤神寡宿的聲 一必說話 就不得罪人 夫妻也是 除了你說 夫妻會互相有少少 因為溝通的問題 得罪了之外 有機會 另一半就離開 但離開 就未必說 真的什麼 走了 好像之前有說過 你移民也是一種 可能短期會有 這樣的情況 也不一定 分開了一陣 這個就是 寡宿 寡宿 亦有個不好的聲 就是三型 當然 形態稅 這個就是三型的問題 小心身體 這些跟很多病 也有關係 捲舌 口舌 即是 口舌 口舌是非 這些就是 家庭風波 會引起這些 對應寡宿 兩個走在一起 所以 夫妻方面 要好好溝通 最後 有一個披麻 這個披麻聲 當然不好 是一些喪事 要小心 家裡的老人家 我們分開來談 就說回 學業事業 學業 因為 八座星 是一個吉星 是有來讀書的 在小孩子 有一個熟狗的 有一個八座星在這裏 對考試來說 比較集中 應該是好的 好了 事業方面 如果是 做事 也有機會 升職 因為有一個福星 福星高照 也有一個天德星 有貴人幫 可能老闆看得起你 這些事情 就算不是 升不升職 至少你的份工都穩陣 最重要的是 事業 財運 因為 天德福星 這些都是吉的星 空的星 影響財 就不會太多 是非 一些病的星 會有 但是如果這樣說法 財運便可以 財運便可以 甚至是經商的話 在明年來講 你也有好好的獲利 這是一個熟狗的朋友 剛才因緣 尤其是夫妻 感情方面 有一個寡宿 在溝通上有問題 你可能和另一半 有這些 咬喬 都不明白 小心家庭 起風暴 這個捲舌 疾病方面 就形態稅 小心自己 操勞 或者受到 這些口是是非 影響到的心情 又會有些病 如果你有創業 你可能會有辛苦 這個 就做回平衡 小心身體的疾病 始終你都是犯大歲 率丑的犯大歲 會有病的情況 是 好 整體的運程 參考一下 凶凶吉吉 這樣算 我都看回應該是 中吉的 始終有吉星高少 尤其是福星 和天德 在這裏 小心的是非的事情 夫妻感情的事情 還有家人的身體 是 就是這樣 OK 好了 最後一個生肖 師傅 屬豬 好 屬豬 一年到尾 海排到最尾 好像我們排隊 以前小孩子 我們姓楊 就排到最尾 因為Y字 如果這個屬豬 始終是流年運程 講到最尾 是 那 不要緊 頭和尾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好還是不好 對 好還是不好 最重要 好的 就是 他有吉星 就是翼馬星 翼馬星 其實是煮什麼 傳統來說 翼馬 就走笛 走笛 為什麼走笛 就是士農工商 士 你做官 經成考士 這些是好事 你要走 龍 就不用走 你耕田 工商 這兩樣東西 都要走動 即是說 賺錢 所以翼馬 配上去 來看 亦能幫助賺錢 是 歷外 又有軟行 軟行 比較奇怪 例如今年也少機會 就算有什麼 就算有也好 你又要去隔離 是的 可能明年 疫情會好一點 或者你是 有機會 走笛 和移民 受疫馬 受疫馬的影響 是這樣 空星有什麼 天狗星 天狗星 也是損傷 天狗 亦會有什麼 呢 會有機會 破損的比較大 小心點 是破損 那是很差的情況 有個雕刻 雕刻 是煮喪食的 對公 除了看害公 也要看對公 對公的字位 亦會有些什麼 天狗 官符 這些不好的星 照著它 空星方面 都要看 這幾樣 吉星 有一個疫馬 好的星 夾拱 有些三台 有些解神 如果整體的參考 我會進入每一個範疇 去分析一下 好 讀書 學業 學業方面 因為有疫馬星 在這裏 今年 新丑年屬豬的同學 尤其是可能在 2027年出生 丁丑年出生 那些 上中學 嗯 上中學 上中學 可能你的學校 距離遠一點 你要彈得遠一點 另外一個 有機會 因為疫馬星 也有機會出國讀書 是 留意一下這個 有出國的機會 那 學業 完了 事業 因為疫馬 剛才我說 要走地 又要主財 甚至 你有進京 那個 舊時有這些異味 是 所以來說 有升遷 有升職的機會 是有利於事業 另外一個 就是財運 財運 也是這樣說 因為你有疫馬 就走地 當然 另外一個 就是貧貧婆 貧貧婆 可以為財 但這個也是正財 這個是有機會的 是不錯的 那 在恩怨方面 沒有什麼特別 平穩 因為本身 它又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吉星 只是疫馬 當然 離開了家庭 會有機會 但是問題 感情是可以維持到的 你不需要擔心 那 因緣方面 就 欠了 因為你始終走開了 你就很少 貼得這麼近 因緣方面 就 一般般 是 疾病 就是因為它本身有天狗 和釣客 這些就會跟 病 和著服 因為本身 對公也有五鬼的聲音 現在和我家人 會有病 影響到 身體 這個會有 這樣的機會 自己 就會有少少破損 營傷 這些問題 嗯 好了 整體運程 就 害 剛才我說 害貿味 和 這個 兔仔 和羊 整體來說 都是平平地 一般 如果在流年來說 所以 大家 就 在這個流年來說 如果有宗教信仰 就可以去拜太歲 做善事 將事情放輕一下 集中 剛才說 逆馬星在這裏 你就 落足功夫去做事 你先不運收穫 去做事 這樣 OK 師傅 相當之精彩 你講得 十二的心照 都講完了 全部 我們的觀眾 真的可以自己 對號入座 是吧 好了 但是 之前 我看見你有一些的心照 例如 那些 就是犯太歲 其實 犯太歲 剛才我聽到 你說 屬豬 可以拜太歲 其實犯太歲的人 如何 可以 求心安 美德 或者 吹吉避兇 不要想 OK 我有時候 在流年運程中 假設你今天 所謂的犯太歲 犯太歲 其實不一定是差 始終 你和太歲 如果我們講星 我們一般講明 天星 例如你 醜 太歲 通常 九十度角 所謂的 形衝破海 這幾個方位 往往就是 你什麼呢 醜 對面就是 味 九十度兩個 一個是屬狗 一個是屬羊 一個是屬羊 這些位置 所謂的犯太歲 在天星來說 這些角度不好 所以影響到 所謂的 名 這就是天星的說法 要怎樣做呢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所謂的宗教信仰 不是天主教 基督教 那些是不同的做法 可能他去騎肚 這個就可以做 另外 如果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去廟 拜太歲 很多廟都會有太歲墊 你可能進去 你便去 就近那些 所謂的佛據譜 可以買 你跟他說 我拜太歲 可能會給你 有幾份衣 首先 我們先拜這個 斗母 因為我們十二生肖 即是十二個太歲 主管這十二個太歲 和人流去當席的 就是我們的斗母 就是在中間的 有一份衣 就拜一拜斗母 然後 再拜什麼呢 我們當年的太歲 譬如是新丑年的太歲 就是牛那個太歲 另外一份 最後拜一拜 自己 就是本命 即是你自己的命 屬子老鼠 老鼠一個太歲 屬牛一個太歲 屬牛一個太歲 你可以這樣 基本上 有三個 所謂的佛太歲 你拜的時候 你就誠心一點 你說我今年犯太歲 希望一切事順順利利 最重要是家庭 或者其他親戚 身體健康 做事順順利利 你自己的心想說什麼 刺你的話 你也可以暗淚地說 這個 所謂的舌太歲 拜太歲 簡單地說 就可以這樣做 OK 好了 大家真的可以聽完師傅所教的 所說的 OK 下一集 我們繼續請教師傅 我想都是一些榴槤的事情 可能說一些方位上 沒錯 我們每一年都會說 那個 九宮格 我們有榴槤那個 榴槤那個 一次過說了一個榴槤 我就會詳細一點 可能我給大家一個榴槤 加榴槤 有12個 我可能在這個 電腦那裏做功課 再給大家 OK 好 下一集 我繼續請教楊宗儀師傅 OK 好 拜拜 好 完成 完成